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 只有高端的医疗险才包含牙齿部分的保障责任 但这种高端医疗险普遍性价比都不高 它稍微有点贵 第三 是意外险也是可以报销的 因意外导致的牙齿质量能报 如果情节严重了 比如说直接磕掉了8颗牙齿的 这就属于实际伤残了 是可以获得赔偿的 第二 下纳牙齿的用户 目前为止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